咱们这里看一下 CodeFoxys Round 886 第一题 To my critics 这有三个数 就想知道其中的 任意两个数能不能 大于或者等于10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三个数ABC 它的组合只有 只有三种情况 就是A下B 大于等于10 或者A下C 或者B下C 这个判断一下就可以 然后这个CodeFoxys里面的题 它都是有T组测试数据 所以咱们 这边就可以根据这里 写一下代码 嗯 嗯 这边咱们有三个数 然后这里三个条件是吧 三个条件 咱们可以用两个 或者的逻辑货 对吧 那就 Yout yes 它这个直接换行 因为它有多数的答案 这边咱们拿第一图的数据来测试一下 你看 yes no yes no yes 跟题目里面的一模一样 对吧 行 那这道题 就是 首先 没取一下 对吧 这三种情况都没取一下 然后考察逻辑货 非常简单 行 这道题 咱们就谈到这里